有些工會還要送國防部同意 就很奇怪嘛 可以喔 OK 好 歡迎大家來到 第五季的鋼板打造班 這是第四次 本季第四次 那本季我們看的是那個 我們討論的是那個 不成的太陽 日去不成的太陽 那我們當然主要關注的 還是 勞動權益 不過 在討論勞動權益的時候 我們還是 有一個東西 我們可能跟人家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 我是認為說 我們在討論勞動權益的時候 一定要把一個東西放在脈絡底下 就是產業 跟這個該職業有關的產業放在底下 否則的話 你們變成只是個別的 如果你不斷的載化它的結構 它的脈絡 你就會發現 最後我們在談論的東西都只是什麼 單純的個人權益 單純的個人權益就會很容易淪為什麼 淪為討薪運動 為什麼我們勞動運動好像都是討薪運動 這個絕無貶義 我再次強調 這個絕無貶義 因為 因為事實上 薪資本來就是你勞動的主要的目的 可是問題是單純變成你的勞動權益 爭取的過程中變成討薪運動的悲哀處在哪裡 這個是最基本的不是嗎 新智市最基本的不是嗎 那你事實上並沒有創造新的制度性的保障 你只是把既有的本來就應該有的回復都有困難 所以它的層次會留在比較後面 那這個部分不是說爭取的人不對 很多人就以為說我們在批評這個 我們在批評批判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在批評那個勞動運動 不是 我們是在批評說你這個結構的問題 這也是說我們一直在強調 我們在討論很多問題的時候 要不能去脈絡化 要從結構性去看 還有呢 要從宏觀的格局 要從政治經濟的結構去解析這個問題 不能只是單純的回到個人的意志 或個人的勵志問題 台灣的經濟問題就常常這樣問 當很多所謂專家或所謂有識之士 或所謂的經濟高手跟你講台灣的問題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每次到最後都在檢討什麼 檢討你不夠努力啊 這個你太依樂啊 這個就不是檢討 你今天我們要找他來 我們要求我們希望聽到的當然是 這個產業結構的問題 如果你過快的跳過這個部分 直接回到說 這個就是你們太那個了 現在的年輕人都怎麼樣 你有沒有發現它是一個很概括性的說法 那就是把某些人 把很多的問題本質論 本質論的意思就是說 你年輕人就是依樂 年輕人就是好義勿勞 年輕人就是不存錢 這是徐重仁為什麼被罵的原因 他把本質化了 年輕人之後也有很節儉的啊 年輕人之後也有很有創意的啊 年輕人之後也有很吃苦耐勞的啊 那你把一個個別的現象 當作你解決結構問題的根源的時候 這個是他的荒謬之處 但很不幸的 坊間裡所有看到的 所謂的跟經濟有關的評論雜誌 乃至於甚至經濟評論的專業文章裡面 都常常犯這種低級的錯誤 因為在每個時代裡面 說句不好聽啦 在每個時代裡面 都有好義勿勞的人 也都有非常努力的人 可是我們要診斷這個產業 或我們要診斷這個權力結構上面 或是我們的權力保障上的問題的時候 你不能一直一再的流入個人的勵志問題 這個才是我們常常說的 失控的正向思考為什麼很危險的原因在這邊 為什麼你會把很多真正的問題引而不見 全部都歸於努力 你不夠優秀等等 那他這樣的解釋方法 就往往會讓我們 會不禁質問說 那是這樣的話 若然如此的話 那是不是 既然你本質論嘛 那台灣的年輕人就是 奧義勿勞 台灣的年輕人就是這樣 那就救不了啦 不是嗎 那就是 反正大家就兩眼開開準備投胎 來生不做中國人 對不對 就這樣做方法嘛 就解決不了問題嘛 真正的問題應該要回到本質來看 你這個今天的經濟問題 是你的產業呢 或者是你的經濟政策呢 或者是說你的經濟環境呢 在哪一個環境出了問題 他絕對不是個別的人 個別的人的問題 我們要找誰呢 個別的人我們要找誰呢 如果是心理問題的話 請找我們的老鼻蛋醫生 對不對 去看看 這個是個人的問題 對啊 那你如果要知道經濟產業的問題呢 對不起 你一定要從經濟產業結構的問題來看 那我們回到今天我們看的部分 這其實我們是延續 今天這一部分 是不成能代言 有人給他一個 他們有幾 每一幾集 他有給他一個副標題 那 在網路上面 有人把他給他一個副標題 叫非洲篇 其實他是他的 漫長的流放生活中的 最後一章 他總共被流放 我們看 這樣看 看下來知道我們 他被流放三個地方 從克拉斯 巴西斯坦克拉斯 到伊朗的德黑蘭 到 非洲的奈洛比 就是那肯亞的奈洛比 那 其實大家發現 這三個部分 也跟日本的經濟發展 和日航的發展 或是說 全球經濟發展的狀況 其實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說 其實我們上次我們有講到 當他到德黑蘭的時候 剛好是日本開始 開始再度進入伊朗 然後 開始在伊朗 做全面性的 開發油田 否則你想看 他為什麼要去開通 伊朗航線 誰要做日航呢 誰要做日航呢 當然是日本人 那日本人一定是大宗 對不對 因為那個航線是 德黑蘭 非 東京 這條航線 那 這個東西 當然它遠遠的航線的話 遠遠就是延伸的航線 當然可以到倫敦 到繼續往歐洲跑 那這條航線上面來講 為什麼有必要開通 開通整個伊朗航線呢 跟當時的那個 就是日本開始 隨著工業化 他們發展重工業 我們如果有參加過 官僚之下的過程 就知道 它的過程中 到那個時代 到1967年 1977年 他們開始進入 所得貝征 他們要建設所謂 太平洋工業帶 的時候 那最需要的就是 石油資源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就開始 開始有了這樣的需求 那航空公司 也許這家 具有觀音色彩的航空公司 當然必須要服務 這個部分 這個是個背景 我是覺得 在看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日本經濟 產業發展的背景 那日本的戰後復興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脈絡 大家可以有趣的脈絡 或者有趣的面向 大家可以這樣看 就是看 他怎麼樣去 爭取石油資源 事實上 日本在戰前 或說日本為什麼會 到最後會 會不幸的 踏入二次世界大戰 而且這次戰敗 差點父王 其實其中一個關鍵 就是為了石油資源 他跟美國開戰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他要爭取石油資源 哪裡的石油資源 藍印 當時叫做藍印的石油資源 藍印是什麼意思 荷蘭所屬的印度尼西亞 就是現在印尼 那時候以前去港的油田 那個時候 離他最近的油田就是那裡 那當時他們 日本有一個說法 叫ABC包圍王 日本當時被 被世界上四個國家包圍 然後這些四個國家 很不幸的缺乏戰略資源的日本 必須要從這四個國家 或這四個國家所控制的法國內 輸入戰略資源 包括石油 包括金屬 包括煤 甚至包括工具機等等 這ABC包圍王是哪四個國家 A American B British 就是英國 C呢 China D呢 D呢 Dutch 就是我們剛剛最講的 荷蘭 荷蘭藍印 那荷蘭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因為當時的荷蘭還控制著 所謂的 鋸港油田 也就是隔災 荷蘭的石油資源 那我們之前看布毛地帶時候也提到這個問題 日本是為了這個 戰敗的 所以那個冰頭不是說 說他還記得一滴石油一滴血 對不對 但是後來他們也是 最終也是為了打開伊朗的油田 油田買賣 那最近有一部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 他也有小說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那個 就是那本書名叫做 那個叫做海賊的男人 對對對 他最近有一部片子 好像身為叫做海賊的男人還是什麼 反正他是那個鋼田準一演的 他就是講這個 其實日本的一個企業 他的故事是 日本戰敗的時候 那家公司幾乎破產 所有海外資產全部被沒收 幾乎破產 可是那老闆咬牙苦聲 他就說 當時他所有的決策者都告訴他說 你必須要 我們要開始受生 要開始裁員 他說一個都不准裁 一個都不准裁 但是他怎麼辦 他的發家就是 他的發家就是跑去 自己開著船 跑去伊朗載石油 一船的油回來 開始 這個故事 他怎麼樣突破 那個 人家說不賣石油 給日本的狀況下 怎麼樣 這個其實是有一個 這個是真實的人物的故事 名叫海賊 名換海賊的男人 好像是叫 名字叫這個 對不對 中文好像是名叫海賊的男人 對 他還有漫畫 大家可以去看 這過程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 像伊朗篇的部分 其實有這個背景在的 我為什麼說要了解 否則的話 你就只看到說 這個人很莫名其妙 這個公司好像也無限的資源 莫名其妙 就 要把他拍哪裡 就拍哪裡 其實還是要有理由 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會覺得 他這個人很傻 就跟公司對著幹 因為公司也會有一個 冠冕堂皇理由 這個有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是看中你的才能 才派你去的 你要知道 他的背景是什麼 這個人的背景是什麼 這個人是東大畢業的 東大畢業的 也是所謂的精英 然後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他的生死人物的那個 背景嘛 他是灣生 然後也是 就是在台北出生 在台北出生的 然後是念過東大 然後 他是因為參加了公會運動 甚至被整得很慘 那 後來接下來被拍到奈洛比 這又跟什麼有關 其實 你看那個是年代 那個年代是什麼時間 他被拍到奈洛比的時間 大概是在1960年代末 到70年代初期 那個時候如果 如果大家 對於 那個就是 二次大戰後的那個歷史 有點印象的時候 大家可以 稍微想一下 那時候是什麼樣的年代 那是個越戰還在進行的年代 那個是一個全世界 剛好 第三世界 所謂第三世界 或者說 前殖民地 民族獨立的 風潮的時代 那時候 有幾個地區的民族獨立 國家最多 有幾個地區 所謂亞非拉 亞洲 非洲 拉丁美洲 亞非拉的 一些新興的民族國家 正在起來 非洲正在 因為 包括大英帝國 或法國 這些 老牌的帝國主義 正在瓦解 他們的控制力 正在瓦解 那新興的國家正在起來 而且這時候 最新興的運動是什麼 就是不結盟運動 他們成為其實 國際間的第三勢力 不是時代力量 那是非洲 那是非洲 然後他們 他們的 包括非洲 這些國家裡面 這些國家裡面 他們 在隨著他們的 加入聯合國 這些在聯合國中 慢慢有一定的 一定的那個什麼 影響力 一人一票 一國一票 所以 數字增加了 越來越重要 所以 那個時候 非洲開始成為 各國的 中市經濟的戰場 包括台灣那個時候 跟中國也在為了 搶奪這個 這個代表權的問題的時候 搶奪中華民國 中國代表權的問題的時候 這時候爭取這個 就很重要 所以如果 比較 年紀大一點的朋友 可能現場的朋友 都沒聽過 就是說 當時台灣有一個外交 被稱作非洲先生 就是 楊希坤 然後他就是 他是在非洲 有的 外交活動 非常活躍 台灣當時有很多的農技團 台灣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給人家 但是 要錢輸給人家 對不對 但是太好 那時候我也沒有錢 但是有一個什麼方法 可以輸出呢 可以輸出農技 就農耕技術 就是當時是這樣 那 這個範圍 這個可能Juice 稍微知道一點 農技團的事情 農耕隊的事情 就非洲 到非洲各地都去 那是當時台灣的狀況 那日本呢 日本當時是一個新興的經濟 他經濟強遠 有點像現在的中國 他經濟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所以他當然 而且他也為了要爭取資源 那全球布局 所以日本就開始 要進入 想要進入非洲市場 以前他也不可能 進入非洲市場 因為以前都是 帝國主義的禁卵 看你是法國的 還是英國的禁卵 那這些新興的國家 起來之後 就是他裡面的背景 他派出去的時候 奈洛比斯沒有日韓 日本航線並不到那邊 所以他的工作是什麼 其實他設那個點的目的 是為了便宜 還有為了聯絡 有關於日韓跟非洲 就是奈洛比 彭亞航線的談判問題 所以他中間 不斷地在進行這個 最後被終止 終止的原因 其實有點複雜 不過基本上 還是跟國際政治經濟 情勢有關 當時日本 是僅佔美國那一邊 當時全球的第三 所謂的第三 不結盟國家之間 他們有一個 就是 在兩次 那個時間點 是在石油危機前後 他們就是 當時對於這些 包括美國為首的 西方國家 有些怨言 所以 他的談判的失敗 或說談判的過程中 其實也受了這些的牽連影響 Anyway 就是說這個非洲片裡面 其實 他作為一個 開透那個點的現場人員 其實他非常辛苦 你要知道 談判團來談 談沒成可以回家 可是開設那個點的人 就是 幫他做攤透保的人 要比人家早到 然後人家回去了 他還不能回來 所以 其實基本上 我們從總部片來看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 不當的派遣的問題 我們 上一次的時候 我們有看 勞基法的法條 其實法律法條 對這個是有禁止的 可是禁止的 結果你也可以知道 罰則很輕 兩萬到一百萬 這個很輕 而且呢 這個不當的解釋權利裡面 並不是說不能派遣 像我們如果依照 台灣勞基法規定裡面 並非不能派遣 而是說 你必須要協助 包括他家人家庭的問題 其實這樣的話 如果在本片中 會更慘 會全家都流放 不是的 不是的 個人流放 那會更慘 那 在這個過程中 你也知道說 其實 勞資在這個派遣 人事上面的權利 其實相當相當的不對等 相當相當不對等 所以 先進國家中 面對這樣的問題 怎麼樣處理呢 其實 你光透過法條 其實就像 影片中看到 後來的時候 他們不是去那個 唐本家開會的時候 唐本說 回來把它冰著就好了 方法兜的事 對 就是方法兜的事 所以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想要透過靜態的法條 或靜態的禁止規定去達成 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所以最重要需要什麼 要調動什麼 你要給 對立的雙方 平等的武器 讓他們 讓他們可以進行談判 那也是 那這個東西 而且要讓武器 可以 合法的 平等的使用 所以要有監督者 所以這是我們常說的 這個合理的結構是什麼 勞資 是對立對不對 正放在中立的立場 監督兩個 進行公平的 競爭 而不是偏袒 站在資 的後面 在後面還有一個正 不行這樣 在這種過程中 這些勞動條件的標準 還有派遣等等的 所有的待遇 派遣 或者說它的環境 或者說 或者工作環境的所有總統條件 應該由工會 或者說 或者說 那個勞方的代表 透過集體協商 跟資方完成協議 那至於 片中還有兩個工會的問題怎麼辦 正常來講 這也沒有什麼 如果在正常國家來講 這個也不是太大問題 集會結社本來就自由 你讓它自己結社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資方不能進行 在片中講 叫格差待遇 就是差別待遇 就不能 日文叫格差待遇 其實就是差別待遇 它事實上 我們後面會看到更嚴重 更清楚 但這是片中已經出現了 就是說 這裡面他們對於 新工會和舊工會 你不願意加入新工會的人 他進行格差待遇 怎樣格差待遇呢 從 最基本的 性資 性資待遇的不平等 到什麼 勞動環境和勞動條件 以及休假 等等的 還有升遷的不平等 這個要被消滅掉 那是誰要來做呢 就是在談判的過程中 如果正常來講 我們不是說勞資政嗎 政府方面就是要要求你們 進行一個平等 武器平等對談的談判 那各自組成的公會中 可以聯合一起協商 集體協商 對不對 或者說 或者說怎麼樣的方式 來進行一個集體協商 它可能是 集體協商 按照公會代表的比例 或者說分別來進行談判 這個都是技術問題 程序域的技術問題 可是它有一個本質性的問題是什麼 你必須建構這樣的基礎 所以不能單純的 你以為程序合法的 就合法的嗎 不會 因為今天 片中我們就看到 為什麼日韓會成立另外一個新公會 去跟原來的國防公會 那就是說 沒關係啊 我就搞一個程序正義 對不對 有啊我都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公會談判啊 而且你說 要代表大多數的勞工權益 有啊它3300啊 你只有270啊 對啊 那你少數服從多數啊 那就完蛋了 對不對 那少數人就是被壓 迫害被壓 甚至收買他們 說要進那個 看他們要不要被判前公會 等等這些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沒有一個本質性的 沒有一個基礎的規範性的規定 卻只是一再的強調 單純的程序的正確性 錯誤的東西不會因為正確的程序 自動成為正確啊 這個事情 有些東西 問題的根本要先被確立 本質要先被確立才有辦法 這是我們從這步 至少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問題 凸顯的點在這邊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此之前 如果不是因為空難 你看那個 原來的國防公會 連會長都被趕到那個 趕到那個偏遠的角落裡面去 流放到很奇怪的地方去對不對 被冰著先陣 這些人也都是很優秀 而且日本的 日本的公司結構和勞動結構 又使得這個事情更加劇 為什麼 在台灣通常 經歷以上就不叫做勞工 其實經歷以下 才是我們所謂的勞動的部分 可是你看日本的是什麼 你到會長都還是勞工 對 這個會有一個大的問題 是什麼 這會 它就可以用聲簽來約束你 它可以用聲簽來 引誘你 背叛你原本的勞動機立場 所以 同樣的道理 大的公會會怎麼樣 它也會透過這個待遇上的優勢 所以片後我們就會看到 他們公會之間 他後來的那個新公會完全腐化掉 因為他們人數最多 而且又跟資方合謀 到最後他反過來操控資方 而且他們就去彭分分匪 貪污腐化 分位置分官位 晉升上面都是被他們佔滿 這個是他接下來要面對的挑戰 而且 他對這些的鬥爭 對這些 因為他 因為人數多 他們還有福利委員會 裡面貪污腐化的情形 非常非常嚴重 這一類的問題 都會凸顯出問題的 問題的嚴重性也根本性 所以 你不能單純講 如果按照程序來講 他沒有錯啊 他是多數啊 對不對 那 而且他也是 每次談判的時候 我至少跟3300人談判 你少數服從多數啊 對不對 而且這個格差待遇的部分 理論上來講 他們誰支持格差待遇你知道嗎 不是資方 對不對 新工會 那反而為什麼 他產生一個階級 他產生一個階級 對他來講有利益啊 所以這種狀況底下 為什麼我們說 勞治政三方的 他應該是一個 一個什麼 等區的關係 等區的關係 像是一個正三角形 等區的關係 而且利於上去監督這個程序的進行 而不是參與那個程序的進行 所以這個 這個的根本原則要被確立 否則的話 你只有從那個程序 得不到得正確的結果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看到的問題 這是我們看到這部片裡面的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部分我想談的就是跟那個 那個淮寧還有一些朋友也都提到的是說 就是說跟這個空難 因為我們下一集我們要講那個 是那一次 那個就是那個日航123 123航班的那個空難 日本航空 現在日本的所有那個飛行的那個編碼裡面 航班編碼裡面沒有123 沒有123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從此之後他們空號就留下來 不再用這個123這個航班的編號 但是我們先講一下就是他 因為片中一開始他出問題就是 他的安全出了問題 跟他的人力有關 人力配置有關 還有他的那個招 就是人力資源的招募 還有使用 還有管理有關 你們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最後那個 為什麼他要重複 其實最後那個場景是第一 本片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他幾乎是全部再重播一次 為什麼重播一次 因為請大家去注意 如果他回去看的時候 請大家注意最後他講的 就是那個唐本所講的 他的目標是什麼 管理的合理化 管理的效率 來創造那個 創造那個公司的那個 合理化 所以他一直在講效率管理這件事情 效率管理這件事情 通常意味著什麼 就是 刪減 刪減成本 降低成本 其實有點像 跟這個 有沒有覺得跟台灣 那個產業市場相似 Cost Down 我要怎麼樣Cost Down Cost Down的結果就是 他Cost Down的結果其實 其實造成的是安全的損害 因為譬如說 他配置不夠的人 不夠的維修人員 讓航空的從業者過勞 或者是 像他任用的 任用的那個飛行員本身 本身是直接從軍方提升上來 這個問題其實在早年 華航也有 我們之前 我們在片中 剛剛有講過 其實華航也有 這過程非常非常像 就是說 大家想說飛飛機 還不是一樣 大飛機小飛機飛行原理一樣 一樣 就 其實內容就不同 你知道嗎 你飛軍機是為了戰鬥 所以他說緊急起飛 而且飛機裡面就是你一個人 所以他的空間環境是符合戰鬥的 跟你安全航行的內容是不同的 而且大飛機小飛機 還有他的飛行管理 民航機是有空域 航線的管理的 戰鬥機有沒有 沒有啊 我只要能打一 我就要搶戰高位啊 各種動作都來啊 可是他沒有的 而且更嚴重的是 其實很大的部分是什麼 很大的部分是 華航比他們更多了一點 日本當時是為了便宜 為了方便 因為訓練一個民航機 機的那個駕駛機是從零 到可以上線 可以擔當一定責任 甚至成為政績是中間要 經過漫長的時間 而且花費非常高 好幾千萬 可是我直接去招募 航空自衛隊的 不用訓練 直接上線 是便宜嘛 對不對 這個是他真正的原因 好 節省訓練費用 台灣更嚴重一點 台灣不是 為什麼要找空軍的飛行員 因為從一開始 華航就是空軍的禁卵 所以那是什麼你知道嗎 飛行員退休的好地方啊 你懂你意思嗎 它是安插飛 更嚴重的是說 安插什麼飛行員 有的人已經不適合開戰鬥機了 可能譬如說 因為戰鬥機做那個高級動作 有時候可能會有視網膜玻璃啊 或者是身體會出狀況啊 這個人的精神狀態不好啊 或是航空機率不好啊 那你要踢掉它安置啊 否則會造成社會上不穩定來源啊 要給它封嘴啊 那就給它一個高薪的工作 高薪的工作是什麼 去華航開飛機 所以台灣的問題也更嚴重喔 不是只有節省成本喔 有很多甚至是 不適合當飛行員 不是他不會飛喔 是不適合 因為你要能飛行機 尤其是長程飛行 其實很考驗心理 你要知道 戰鬥機飛行員飛上去 執行任務 下來 它只有一兩小時而已啊 頂多你現在戰鬥機哪有辦法 像台灣的戰鬥機都輕型戰鬥機啊 你知道飛上去執行任務 大概一個小時就下來 為什麼油料也飛完了 燒油很快就燒完了 就下來了 可是你要知道 尤其是國際航線 華林剛回來 請問你坐飛機到歐洲多少小時 15、12小時 所以你知道 飛行員不能超過多少 十小時 不是12小時 所以你中間是換過機組員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啊 那你想想看 大家的心理狀況 精神狀況 體力狀況 跟戰鬥機飛行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知道 台灣 華航以前的各種各樣的空暗事故裡面 其中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都沒聽說過 因為現在真的比較好 因為 現在後來經過幾次的狀況 還有台灣現在也沒有那麼多空軍飛行員需要按插 以前很多空軍飛行員需要按插 現在台灣也沒有那麼多戰鬥機 以前台灣維持一支很龐大的機隊 那 跟現代科技有關 以前要那麼多戰鬥機才有辦法維護空域 那 曾經發生過一次 這個時間也跟這個時間發生差不多 稍微晚一點 大概1980幾年 我也有點忘記了 快接近1990年的時候 發生過一件事情 華航飛美國的班機 在飛到 下外移上空的時候 飛機突然從 正常高度 飛行高度好像1萬尺 突然急降到6000尺 做了一個大翻 而且飛機是做倒翻過來的動作 就倒飛的動作下來 完全跟戰鬥機的動作一模一樣 震動機動作完全是像翻下來 破S就下來了 好 這是飛機的正面 這樣擦到正面 破S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 翻過來下下去 這叫破S 當時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動作 造成很多人跌傷受傷 後來調查發現 什麼狀況 那個 飛行員就是 非戰鬥機的 他可能有點疲憊 莫名其妙 精神狀況也不太好的狀況下 他就本能性的做了一個這樣的動作 然後解除了自動駕駛 像現在的飛機比較不能做這個動作的原因 因為 通常在長程航線的時候 在穩定空域的時候 它那個是會設定自動駕駛 它就會把它切成手動駕駛 而且 以前比較容易一個人就可以搞 現在不行 你要解除那個都要兩個人以上 它就是防笨防錯 現在的系統 民航機的那個系統 已經完善 完全是不一樣的要求了 所以 你知道後來那個駕駛員 因為這個事情太重大了 而且發生在國地空域 後來直接被吊銷飛行執照 民航機的飛行執照被吊銷 而這些飛行員以前 就跟這個一樣 通常他退下來 受過簡單的轉換訓練之後 就取得民航機的駕照 這很危險的 這不行的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長榮當初剛成立的時候 他做一件事情 他完全不要空軍飛行員 自己從頭開始培養飛行員 這個理由是這個 這個是有道理的 所以國際間也是這樣 民航是另外培養的 民航機和戰鬥機飛行員 這個事情發生過 台灣就真的發生過 而且是在國際空域 才鬧上國際新聞的 這是鬧上國際新聞 對啊 華航 就是POR-S是一個空軍 以前空軍那個 狀況動作 他是這樣 他先飛機正面 機體正面飛行後 他要先做一個翻轉 然後再往下 拿下去 先轉 翻身 拿下去 對 他當時做一個動作 沒有 就是太累 可能 因為他以前是戰鬥機飛行員 可能本能性 就 他已經突然身體 想要做一個動作 所以 對人疊傷 而且他是從 我說從一萬尺 英尺 好像直接 直接 改正回來的時候 是六千尺的樣子 蛤 也是中間跳下四千尺 對 最快速會飛行 哈哈哈哈 所以他認為 你機體也是可以做出這個動作 對對對 那當年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就知道 華航 那時候 之前我們溝通的時候 我曾經有算過 華航的 曾經最嚴重的時候 狀況最差的時候 平均是每四年會發生一次空 那個機率太差了 華航以前是危險航空公司 有一段時間是危險航空公司 但是近年有好很多的原因 就我剛剛有說 有跟結構有關 就是整體人力結構有關 他已經沒有那麼多的 因為以前 他是空軍一些退役人員 安插的地方 比較好的 安插方法 當然是運輸機飛行員下來 可是運輸機還是不一樣 軍用運輸機 還是跟著不一樣 那我們回到本片中 本片中也是一樣 他有很多航空智慧隊的人員 沒有經過足夠的轉換 因為他們也一樣 你知道 戰鬥機飛行員都很自信 都很驕傲 甚至很自大 戰鬥機我都可以飛 你都飛那麼慢 我飛都飛兩倍音速的 連一倍音速都飛不到 有什麼難操縱的 可是錯了 因為 你那個是要戰鬥 這後面你載著好幾百條人命 不一樣 這不一樣 所以後來 近幾年來 以前 空軍飛行員 轉換民航機飛行員的事情很多 而且很容易 現在都經過 程序都比較嚴謹 發生過幾次空彈 其實都比較嚴謹了 還有就是剛剛說 整體智能力結構 以前也沒有那麼多 空軍飛行員需要安插 以前的問題很嚴重 就是說 要退休 你會把它安插到 因為飛行員的壽命 不會太長 就是說 因為那個 跟那個 科技和那個 戰鬥內容有關 還有就是 有問題的人 你也會把 我們 台灣的那個 公交警官很喜歡做這種事情 就是 有問題的人 你就把它放到什麼 放到另外一個單位 或民間去 你知道 以前那個警察 不合格 所謂不合格就是說 警察可能有 這個人犯了錯 或者說 譬如說 不該拔槍的時候拔槍 精神有問題拔槍 拔槍出來的時候怎麼辦 你會把它直接開除嗎 台灣很少這樣自己開除 現在比較 比較有那個程序一線 你會怎麼辦 它就會轉換成別的公務 別的公務機關的公務員 就是 這個問題很嚴重 以前 譬如說公路局都是 陸軍運輸署的 的禁籃 所以呢 如果 本來在陸軍裡面開卡車 那你就 安插你 退屈就安插你去幹嘛 幹嘛 去公路局裡面開大客車 所以 你們每個人都被當 油料跟彈藥載 對不對 這些都會有一些問題 海軍一樣 海軍 海軍一樣 你去當船長 對不對 那本來開戰艦 現在去開油輪 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狀況 都會有 以前 台灣的狀況其實又更嚴重 日本的當時 片中他也提到 智慧官去的時候 面試而已 面試完就讓他飛 所以他是犯出很多低級錯誤 片中他講了很多的低級錯誤 比如說 該打開 段路沒有接上 或者說 經濟的角度沒有看好 甚至 誘老電波判斷錯誤等等 這一類的東西 問題都很多 所以 日航就是片中的國民航空 其實 因為他是一個 跟華航很像 他也是官營 他是半官半民 其實是因為有民間投資 跟華航是一樣的 就一樣 所以 他們當時存在很多問題 而且 日航因為這一次之後 其實後來日航破產 破產 對 後來他變成 重新改造後變成民營 他總共有過兩次 他有兩次的轉換的過程 所以 十字競爭現在的日航都是 民營 全民營 已經沒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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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半官半民 也沒有國航 這個東西 而且 當時其實他有一個有力的競爭對手 其實這家公司大家都知道 這家 日本 這個 國航就是日本航空 當時跟日本航空的主要競爭都是誰 全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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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空是從頭到尾一直都是民航的 所以他狀況就比 比那個 比那個 日本航空好很多 大家可以去查 全日空是全世界他排名前十名的 優秀 優秀航空公司 全日空跳一下就差一倍 對 跳一下就差一倍沒錯 就知道 那個差別有多大 民航 民航和國航之間差別有多大 而且 國家鼎立支持下 居然打不過這家民航公司 而且這家民航公司 從一開始是經營那個離島航線的 到不斷的收購 不斷的收購 然後當然也是他們產業政策底下 只讓幾家大的航空公司存在 所以他最後是 全 全日空 全日空的營業狀況和那個什麼 安全狀況都比 他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幾家航空公司之一 完全 跟日本航空公司 同樣一個國家 完全不一樣的表現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狀況 所以 華航也很多人 為什麼也一直有民營化的呼聲 可是 這個 某種程度也可以理解 有些國家要握有航空公司的理由 因為它 畢竟航空器是一個戰略性的物資 戰略性的工具 它還是有一定的戰爭工具的潛能 所以它當然必須要 要控制在手裡 更何況 對不起 我們又要說更何況 台灣的外交主性如此艱難 對啊 你如果 如果 它民營化 你可能難保過兩天之後 你會突然 一覺醒來 突然發現 華航的老闆都變成中國人了 都變成 華航的石油者 都可能變成另外一個 跟台灣的敵對國家了 可以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 反飛機的方式 喔 剛剛 我有講過一件事 就是說 剛剛 懷寧在之前的時候 也提了一個疑問 就是說 為什麼片中 他們 都把責任歸項 盡量歸項在 設備商 設備上面 飛機的 儀器出問題啦 或者說 設備商提的東西有問題 維修有問題 等等 片中後面就看到 它會提到是 片商維修有問題 為什麼 而台灣 好像反過來 邏輯都反過來 都是會推給那個 已經空難死掉的 那個 的駕駛員 我說這個 這個也有兩個 不大一樣的地方 日本的原因是這樣 日本的原因 當然 人都有自保的 的傾向 然後 你的飛機 是跟設備商 你要知道 航空公司的結構是這樣的 這也是正常的商業邏輯 是這樣的 說 我是經營 航空公司的人 我不製造飛機 對不對 不生產飛機 我是買來的飛機 所以最好有問題 都是買來的人的責任 不是我的責任 如果 如果是 那個 如果是那個什麼 飛行員的責任 飛行員是我固的啊 是我任人 任用人 任用人 和人事管理上 有問題嘛 所以會被責任 所以 自然的人 我會推給設備商 再加上日本 是個正常的國家 所以如果推給設備商 有什麼好處 到時候 新送的時候 我還是跟誰所賠 我先陪了這些人之後 我會跟誰所賠 設備商嘛 對不對 設備商在某種程度下 還會推 還真的會推下這個責任 為什麼 航空公司 國際航空公司 國際的航空設備公司 就那幾家 那我要為了要爭取 應該說 客戶 大客戶也就那幾家 那我為了要爭取 這些大的客戶的時候 有些小責任我會吞下去的 對不對 你爭取你在採購我的飛機 尤其像日本國航這麼大的公司 每次採購都上百台飛機的時候 請問你要不要吃下來 你得罪了他 下次下一個單 你就一百台馬上不見 你現在公司可能會倒閉啊 就是為什麼他會推給美國 你像美國的航空公司 後來還吃了 還吞下來 我們看下面那一集的時候 他會講到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邏輯 這個是正常邏輯 可是你說台灣為什麼是推給死掉的人 台灣有個問題 台灣採購飛機本身有政治考量 所以台灣很多航空公司都 一般來講你看到一家航空公司 它的機隊通常是同一家 或同一個系統公司生產的飛機 比如說你可能是買波音的 另外一家就會買 買什麼空中巴士的 可是你看台灣長期來維持是什麼 這家公司裡面 華航的機隊裡面一定有什麼 波音和空中巴士 然後非歐洲的就是空中巴士 非美國的就是波音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們會發現為什麼 甚至連長榮都會被這樣子搞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這些航空設備 大的設備的採購 後面有政治考量 有外交上的考量 因為台灣的特殊的外交困境 所以為了早年 跟中國在角力 從要角力那個代表權 到後來要加入WTO 每次要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緊張的時候 政府就幹嘛 派副美採購團 通常是行政院副院長 或是經濟部長 帶隊就跑去買什麼 買美國的玉米 買美國的牛 買美國的豬 還有美國的飛機 所以因為你買軍火 那個很容易引起高度敏感 區域敏感 中國也會抗議 你買 我買博音717 你抗議什麼屁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這樣子 那可是你 同樣道理啊 你如果都單全給美國吃 我可能 在外交處境如此艱難的狀況下 歐洲不跟你談 航權 你飛機要飛過去很麻煩 你要做生意很麻煩 那怎麼辦 要交易啊 國際間的貿易不是單純的經濟 有政治的問題 所以呢 你也要採購歐洲的飛機 所以就有空中巴士的系統 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比如說我們高鐵 高鐵我們明明 大家都知道 看那個車型也知道 那個什麼 那是新幹線 對 日本得標了 可是呢 你知道 內部的機電系統是什麼 是歐規的 而且歐規你看 裡面你如果說 好 那就歐規的 歐規的系統裡面 是德國人就算了 不是 還有什麼 法國人 歐洲還好兩個國家 為什麼 因為當時就是 在高鐵的時候 得標之後 法國就說 法國老大就不高興啊 欸 我賣給你 拉法葉還有那個 幻象兩天之後 被中國抵制 我的損失很大耶 如果你不給我 再給我一個好的甜頭 我後面的軍火生意 不跟你做啊 或怎麼樣 這有政治上的考量 還有那個軍事上的考量 所以我們才搞出了一個複雜的統合系統 大概是會這個原因 所以 所以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台灣的 台灣的那個公司 不敢把 都給設備商 因為也無法求償啊 而且你得罪人家 他們不敢得罪 就本來買 你本來是買方對不對 可是 你又怕得罪人 那你要 你自己擔嗎 也不可能 所以只有擔什麼樣的人 不會爭議 死人是不會 古龍有一句名言 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好 就丟給死人 這個 這樣的邏輯底下 大家就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為什麼 每次我們出資的時候 都丟給那個 好 那個就是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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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辜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飛行員 那 當然呢 那航空公司自己本身 要自保的時候 也會這樣做 那你說 那為什麼民航 民營的還是有這個問題呢 舊行難改啊 舊行難改啊 而且台灣的 通常在採購飛機上面的談判 說老實話 做的都不是很好啦 我們都是用比較高的價格 比較差的條件 買到飛機嘛 對啊 那可能中間是 飛回扣或張嗎 對啊 可能還有中間的問題 那兩種市場 波音跟那個 扣中巴士 對 所以你維修 所以華航的效率一直很差嘛 大家都知道華航的效率很差 而且 而且我剛剛才講兩家喔 其實不只 我剛剛有說過 日本 日本在有生產自己的飛機的時候 有沒有 華航也為了鞏固跟日本的邦誼 當時也買了三架四架 那這樣你就會又要養一組 一組維修人員 這個其實都是產生很大的負擔 所以公司管理上面 都會有一些不合理的狀態 底下 但你某種程度來講 你也可以說 因為它是國航嘛 它有政治上 有國際上 有戰略上的考量 這可以理解 可是 大家知道這個背景 才會知道說為什麼 奇怪好像 你看別的航空公司啦 國際間的民間航空公司 很少說 我同時維持兩個機隊 兩個機隊的目的 通常有別有戰略目的 或者是還有一種商業戰略目的 我實在扣大 我不想要被波音綁死 然後故意為採購空中巴士 但通常也就兩家 不會像華航弄到三四家 因為它都有別的目的 它都有別的政治目的 這一點是大家可能可以去看 某種程度來講 也是華航管理 尤其是早年管理 一直出問題的地方 一個系統都還沒搞懂 有四個系統 人也訓練得不夠的時候 那飛機當然容易出事 這是問題 但我就是跟片中的講的一樣 人力配置不足的時候 你的飛行安全就很難維繫 這個是在這個裡面 我們想可以看到的 這部片裡面其實 我們下一次的時候 我們會直接來分析那一次 日航123航班的空難事件 到底是什麼 其實後來 從最近的解密資料後來發現 其實人員 其實在那時候 那個人員已經盡力了 而且也創造了不少奇蹟了 可是還是不幸追擊了 必須這樣講 但是據說 後來人在用模擬器 所有的飛行 他們全世界各路人馬的飛行員 上去模擬器 通常都撐不到十分鐘 飛機就追擊了 在同樣狀況下 十分鐘就追擊了 可是 那個日航123航班 總共撐了30分鐘 已經算很厲害了 他已經非常接近要回來的地方 但是最後還是撞山 他這個 這個 但當時 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說日本人 都不會怪那個飛行員嗎 沒有 也一樣 飛行員的家屬 空服員的家屬 全部被罵翻了 幾十年來都被罵翻了 一直到這個文件後來解密 其實本來要銷毀啦 因為日本原本空難的東西 是不公布的 空難的錄音是不公布的 然後時間到了本來要銷毀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 意外的流入到網上 很多人都聽到 下次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聽一下那個 當時的那個 黑盒子的對話 我有找到 而且有人有打字幕 我們可以看一下 當時發生的什麼事情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真的盡力了 但是後來公布的這件事情 其實據說有不少 當初拓罵那些 飛行員和空服員的那些 受難者家屬 紛紛有寫信 寫信或道歉 而且跟他們質疑 感謝他們的 就是飛行員已經盡力 想要救助他們 這個是後來後面的一個插曲 但是當年大家還是都認為說 就是一樣 日本人還是會這樣講 這什麼飛的 飛的把門人撞死 其實這最大的問題還是一樣 系統 我就說過很多我們在談這種 尤其像這種複雜的 現代航空業其實是個複雜的問題 它出問題 它出問題很難是因為個人因素 尤其像民航機駕駛 它很多的程序是要Double Check 甚至三個 以前有三個機械 他們是正副駕駛以外 還有一個機械師 他們有時候 甚至要三個人都Check過後 那現在更強調是自動化 還有一些安全安全 那個一些防奔 我剛剛說的防奔 防呆措施很多 其實基本上 飛機的安全性 就是出事率和安全性 它死傷人數比什麼低 你知道嗎 比車禍 你開車是比較危險的 那只是說 每次它發生空難的時候 一旦發生空難的時候 死傷慘重 所以大家會有一個印象說 哇 好像飛機很不安全 事實上它安全 比我們汽車還安全 那這是多年的發展 還有美國那個就是FAA 就是美國聯邦航空署的政策 政策下才有的 所以你知道 以前會做客機的國家 以前是分成兩邊 兩大集團 蘇聯集團和西方集團和東方集團 蘇聯集團的飛機 後來等到蘇聯解體之後 你知道那個飛機後來都不能用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安全性完全不符合 按照FAA的標誌 你這不是客機 是戰鬥機 那個問題很嚴重 所以後來更換機隊 像中國也是 為什麼花能球的事件 更換機隊 因為以前都是遏制的飛機 問題很多 說真的問題很多 因為他們沒有考量這麼多 美國是 你知道他們是 很重視人民 而且他用很科學 很結構性的去分析 解決這個問題的 其實航空其實就是一個系統工程 那營運航空系統 更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 你知道現代飛機的飛行 其實它 飛行員判斷的部分 其實已經不多了 因為現在包括導航都自動導航 航管更重要 它都必須要按照航管的指示 進行進場 離場 還有飛行等等 所以它不是只有Double Check 還是一整組人 還有電腦 還有什麼等等的運算下 所以它現在 它是一個系統問題 所以當系統問題出問題的時候 一定是系統結構中 有某些問題 它已經把人的因素降到最低了 基本上目前是這樣 但是他們還有沒有繼續在追究 有 還是有 像剛剛說另外一部片 沙利機長 他就是 這個人到底 到底有沒有負起這個責任 其實他們還是在 但是它這個系統中 還是很重視這個問題 而且你可以發現 多數的空難 其實都是什麼問題 都是人為的 人為的因素 這人為因素分兩個 個別的機長因素 已經越來越低了 我已經說過 因為包括它的工時 包括它的航空守則 包括它的訓練 已經把它降到最低了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管理 大部分都管理的問題 復興航空空難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也是管理的問題 超時的工作 過大的負擔 那個基建的疲勞等等 這個都造成 這個恐怕都比 機師的問題更大 而且事實上我們目前 所得到的證據來看 事實上機師的問題 可能都比較小 都是管理的問題 所以我才回到 回應我們剛剛 一開始在講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說 我們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 切莫掉入個人因素 掉入個人因素的追究 這是很危險的 結果就會變成說 那動不動就是勵志 靠勵志或自卑或自責 來理解問題的話 這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必須要透過系統性 結構性來理解問題 這樣我們才會知道 為什麼我們會批評說 失控的正面思考 就是這樣子 因為重點 如果你不去追尋問題的本源 不去追索它的脈絡 不去從結構上去解決的話 終究是無法解決你的問題 那我們先分享到這邊 接下來開放給大家交流 好不好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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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差 差 有 有人要把握嗎 對 有沒有人要把握 對 嗯 快點 不是 以前 就是國家地 有一系列的介紹空難的節目 對 那我大部分都有看 那你把全世界的空難都講嗎 對 我覺得那還蠻不錯 因為他 他就是回應到小柯剛剛講的就是 空難的歸因終究不能歸咎於個人的問題 就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 操作失誤 這個空難的原因 百分之百就是等於機長的操作失誤 就是他 後來就是針對一些空難的 不管是每個國家的 負責航空安全的機構 針對一系列空難的研究 發現 就是 終究不能這樣子歸咎 這樣子無法 對 對